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完了柠檬水 下面我们就要做一些运动了 那假期摘在家里呢 运动一定不可少 因为你都要保持好你的状态呀什么的 但是因为家里的条件有限嘛 所以呢我就准备了一张瑜伽垫 然后下面教大家几个简单的动作 像想练马甲线呀 想保持好身材呀 都可以每天坚持做 你哪怕每天坚持运动40分钟 就对你的气色和皮肤也会变好 我已经累了 可以像这样侧举呀 30次 然后还有这个是针对这个拜拜肉的这款 下面呢我做的这个动作还有一点小小的难度 如果大家在家里试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亮丽而行 看一下 就像这样开肩 哎呦 哎呦 会改善圆肩和驼背 怎么样 你要不要来挑战一下 运动结束还有点饿了 吃点什么呢 哦对啊 我最近啊盖它了一份新的菜谱 等等你们就知道了 好啦 接下来呢我要给自己做一个好吃的螺丝粉 但是呢我把这个螺丝粉给它就是改良了一下 我是用这种鸡汤来弄 然后现在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鸡肉先给挑出来 然后把这个粉现在倒进去 因为它这个汤是热的嘛 但如果大家自己在家做的话 可以把这个粉多煮一会儿 哟哟哟哟这个火 没事吧不吗 我要放这个胡萝卜了 放一点胡萝卜 稍微煮过一会儿会儿然后再放菜 好现在我可以放青菜 放几片绿叶菜 然后把这个鸡胸肉再放回去 我爱吃肉那我就都放进去 开始该放这些料了 这个酸豆角我比较爱吃 酸笋和这个安生蛋 基本上就快ok了 最后放了一个料 好香啊 就ok了 我现在把它火关掉 盛到碗里面 哇 好啦 现在我要找一个好看的地方 有仪式感的 吃完这碗螺丝粉 那我就不客气 先开动了 我罗罗哥就到这儿了 我要开启假期美好的第一天 美妆博主其实也不错 因为我觉得我化妆还可以 还是想在家里边 就是想歇着 想躺着 然后想找一个可以吃好吃的的地方 我的反应应该是 真的假的 又可以睡一天了 又可以去运动了 我假期就是一定会 就是先猛吃四天 然后胖了 然后再开始拼命的减肥 然后运动 肯定会有这样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不要 像我一样 就是在假期里面 非得拼命的吃 然后又减肥什么的 一定要合理的膳食 然后要好好运动 要做健康的 棒棒的小朋友们 好不好